当时只能够回忆起这么多东西 他应该给我们幸福 譬如说他们有条件进入大学 当年我们中学都说很难有机会完成 一个最大的差异 而且现在那个搞艺术的气氛被前弄 在技巧上面是会有的 譬如在意念上我也不想影响他 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同 譬如在技术上 我们也会交流一些经验 有时他们两个一起 就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志趣相投,大家有很多同感 所以有时他们两个一起聊天 就会不理我 有时画画比较投入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时间通过 有时都不见他们回来 有时多数画画或者找自己的资料 我吃得很惦念究竟怎么这么晚都不回来 王家龙立志投身艺术的同事 也积极地赚取学费 实践自己的美梦 他现时在澳门以及广州 都有出任教职的工作 同时也兼顾碩士课程的研究和创作 每个星期都要奔波于越澳两比 其实我每个星期的时间 你可以说是很充实 也可以说是很奇怪 因为怎么样呢? 每逢星期一 我都会在澳门工作 那做什么呢? 我早上是浩江中学的一个美术老师 当然这个工作时间 就是早上上货时间 到晚上下货时间 我一天在浩江中上下货 下货下货下货 下货下货后 我就会不肯去吃饭 然后在六点的时候 我就会负责澳门理工学院的 一个基础部的教育 是夜校教育 我星期一就这样 由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半 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到我星期二早上 就会一早起床 人生买包袱回到广州 因为我在广州方面 继续我自己学习 亦都在上面吸收一些知识 亦都在上面教一些学生 我亦都有自己的学生 在上面 亦都有我老师在上面 我的生活就是这样 其实我星期一 有一天在澳门做一做事 有一些收入 就我在广州工作 读书 从事继续创作 其实这件事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在广州的时间比较长 自由时也比较多 可以静起个心 从事继续创作 是非常好的事 王家龙在2000年获得学士学位 而他在取得学位之前 是要创作一件毕业作品 他和美学学院的教授商量下 决定制造一个假梅士的像 来凸显澳门的地方色彩 以及他这位来自澳门的学生的身份 这件作品也在机缘巧合之下 被安放在毯仔的家毛公园 这个葡萄牙私人 假梅士同将速立的当日 更由前澳门总督 韦奇立将军揭幕 不知道家龙有空的时候 会不会去欣赏一下自己的作品 每一段时间 我就会回到这里走一圈 拍照 每年他留一些不停变化的作品 不仅同胀 他会氧化, 有些颜色留下来 每年都会走走走走走 有时候会发觉 有些人会写一些字在上面 他的手上有时会挂着一些垃圾 我又会帮他脱下来 帮他梳洗一下, 化妆一下, 打蜡 就像圆钉那样 其实这种感觉很有趣 好像一个自己养了一个 养了一个小孩在这里 每时每后都要过来帮他 帮他换这种, 换那种 这种感觉很特别 畢竟他自己是一个… 是自己一个好的作品 而且他代表了很多回忆 澳门镜湖护士学院 为了纪念护士的始祖南丁格尔 特意邀请家龙为他们 制作一个南丁格尔的铜像 家龙为了要做一个 年轻一点的南丁格尔 在创作之前 他要从不同的渠道 找到一些南丁格尔的相片 家龙的作品可以放在这里 他和这间医院都有些渊源 他问我, 放在这里有什么感受 本身我自己也在镜湖出世 很多姑娘都看着我大 另外我妈妈也是在这间学院里面 出来的人 而且我弟弟也在这里讀书 自己可以有一个雕塑 放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觉得非常光荣 因为自己在这里长大 也在这里被人照顾长大 而且我家人也是在这里出来的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放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觉得非常高兴 其实之前为一些创作的失败 而愤怒过 因为好像做一个雕塑 就是用泥稿, 用泥巴 把一个写生的人像完成之后 再做一个复制 在这个翻制过程里面 也因为自己的技巧不純熟 把自己的作品彻底摧毁 其实想起这些事 都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喜得一字, 讲一字 也很感谢当时在做创作失败的时候 身边也有很多朋友 对这个失败提供了很好的意见 以及一些分析注释在里面 因为他如果遇到这个情况 心情应该是不好的 因为我们也会用一些很严肃 或者很紧张的态度 去跟他这样说 他的作品有什么改善的地方 这方面 只会跟他说一下笑 开心一下 跟他出来玩一下 聊聊天 让他心情好 再有心机去做这件事 就不要让他的心情继续沉下去 最重要是给我们一个放松的空间 这边放松了其实应该很重要 其实我还没去到 港州美食学院读这个专业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 阿龙你只懂得画画 你看看你的学科成绩 中英素、历史、化学 那些完全是不行的 那你怎么对自己解释这回事呢 其实我觉得 说这句话的人 就不能怪他们的 本来我们澳门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门路 好好地学习这门艺术呢 能不能够变成一个可供发展空间的专业呢 这一件事其实 一点都不是很充分的 他们说出这句话 也不能怪他们 我们这个社会 可能给我们的空间就是这么多 但是当我去到美术学院之后 将艺术这件事 将中意画画这个名词 定位成为一个艺术的创作 开始专业化 深造了他们之后 身边这些声音当然少了 越来越少 也可能会不存在 但是我觉得 回头来看 其实我们今天中小学 很多小朋友都是很有天分的 他们身边的朋友 他们的家长 他们的教育环境 会不会给他们 你什么都不懂 识识画画 没什么用的 这样呢 其实这件事 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 中小学常规学科并不理想的家龙 看到家人的谅解和支持下 立志投身艺术创作的范畴 取得专科学位 而且身兼教师工作 他的故事提醒大家 只要有坚毅不屈的精神 你我他朝 有一天 梦想都可能会实现 那么还是很细的 也不在 我不能描验 还可以 下山 二人 在耳朵 我是 你 你 你 我 我